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这是视频看一下刚刚放出的这个模特报 首先第一个活动的话就是早就在周年庆总栏里面提到的这个忍者许愿活动啊 但并没有提到除了赵敏明以外的其他忍者 所以只能等到活动上线以后才能知道其他忍者到底是谁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之前提到的这个全新组织活动最强执政 这个活动一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野外冒险,另外一个是营地挑战 因为是第一次上线,所以说不太清楚具体的细节 我们可以等活动上线以后再详细分析一下 另外本周还会开启三个九喇嘛虚无名人的相关专属活动 接着就是在六月份即将开启的全新人发帖 这次上线的人者是伯恩传大统目金士 而这个赛季产出的人发帖秘卷是叫掌千术振奋 应该又是一个给自身加buff的一个秘卷 而伴随着新的人发帖开启啊 这次的角度场新赛季也会开启 里面会产出新配乐六道的雨高 以及这个角度场幕布和播报等奖励 然后就是这个少年驻歼的一个试玩活动 那这个忍者估计是在六月一号上线 忍战录完也会在本周限时返场 如果同时招募了忍战录完忍战丁寺 以及忍战景也的话会激活一个头像框 而在角度场商店下架的这个三忍之师缘分日展 也会在近期上架这个启愿夺宝 六月份签的奖励是必忍的兑换券 六月份的限定忍者返场是近松十人为的签带 忍战牙以及惠图转身兽 最后还有大家期待的这个周年庆忍者碎片礼包啊 跟之前返场的周期应该是一样的 当初就是惠图逐渐上架一周后上线的 而今年返场的时间也是在九喇嘛 旋号命人上架后一周出现 最后还有一个异常修复以及其他优化 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九喇嘛旋号命人 释放这个解除复秘券 也就是它专属秘券的时候会有一些调整 在你释放了这个秘券以后 立即减少的技能冷却时间跟攻击范围有一定的缩减 现在释放了以后是技能跟替身时间 都会减少5秒的CD时间 估计改动后是变成4秒或者是3秒吧 而且同时也加强了这个仙人模式下 技能冷却时间恢复的一个速度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目一块报的一些重点内容 今天的视频道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